歡迎收看堅良點 我是生亮 特區政府5月2日公佈 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 對區議會的產生方式 職能定位 治理架構等 進行全方位的重索 除了垃圾維生之外 市民有很多問題解決不了 都需要議員去幫忙 住在深水埗的院女士 遇到困難都會找區議員幫忙 但她住在大角咀的朋友 就沒那麼好運 原區的區議員因為辭職 變相沒有了地區服務 但她說找不到議員 她說她那邊 我也有試過幫她問 別人介紹的去到油麻地 王國那邊 打過去因為太遠了 所以都沒有幫到他們什麼 有意義幫市民做事 不是掛名的 真的落手落腳幫市民去解決問題 做事那些 當然是最好選到這些 除了直選之外 今次加入了間選和委任 也都整體的議席相約 我相信 在落實愛國者治港的一個原則底下 其實都是有很多個渠道 令到有志服務社區的 包括專業人士 地區服務者 甚至可以動員到地區力量的人士出來 一起一個大團結去推動 在地區的基層治理 這個才是市民需要的 以及可以做到一個地區的一個治理 其實最終都是市民受惠的 我認為其實所謂的民主 不單單只是看是不是直選 而是一個優質的民主 是不是真的透過這個議會的平台 去服務到居民 以及真是令到可以解決到市民 一些民生的問題才是最重要的 觀塘區議會主席柯創成說 第六屆區議會秩序大亂 重塑區議會是撥亂反正 彌補原有制度的缺陷和流動 至於下屆區議會 由民政專員擔任主席 他這樣回應 其實很多地區事務 我們都會跟民政事務專員拍著 以至乎很多地區的一些改善 民政事務專員都是直接參與的 我很深刻印象 譬如我們過往區裡面說的一些 建一些公屋 以至乎是因為欠缺社區設施 區議會收集了意見後 其實民政事務專員 他能夠更有效發揮他的協調 和統籌的角色 這一點我覺得我們是要看得到的 第二樣東西也是民政事務專員 他也同時兼顧區裡面的關外隊 和地區管理委員會 如果有民政事務專員去兼任區議會主席 其實他能夠發揮到一個協同效應 在不同的方位上更有力去統籌 再說明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在區裡面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持份者有意見 我很深刻印象 就是透過專員幫忙 去梳理政府部門的時候 其實都達到改善這個目標